泰国买房究竟要缴纳多少过户税费? 泰国房产交易成本高吗? 泰国买房你必须要知道的三种费用。 最近明里收到很多关于泰国房产交易 需要缴纳多少税费的问题, 明里做了一下调研, 发现网络上很少有关于这个问题系统详细的讲解。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, 明里将会从这种区分, 税率计算等方面详细完整的讲解一下, 泰国房产交易到底要交哪些税费? 首先我们先讲一个基本知识, 泰国过户土地房产等在计算过户税费的时候, 有两个基础数值, 一是买卖双方对土地厅的申报价格, 一是土地厅的评估价格, 政府评估价格往往会比实际交易价格要低很多, 这是因为土地厅财务部每四年才会评定一次, 而市场价格每年都会上涨。 了解了这个基础知识, 我们来继续, 泰国房产交易税费主要分为三大类, 一,首先是过户费, 过户费是按照政府评估价格的2%进行收取, 这个费用对于大部分买卖新房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, 在泰国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, 一般过户时都是由买卖双方共同承担, 这部分费用也就是各付1%, 泰国政府不久前宣布最新的房地产市场刺激新政, 在泰国购买价值300万泰铢及以下的房产, 在过户的时候啊, 房地产过户税费由之前的2%降至0.01%, 但是啊, 由于这个基数太低, 300万泰铢在普提岛基本上是买不到合适又有不错回报的房子的, 第二, 液化税或特种商业税, 液化税的税率是0.5%, 特种商业税的税率是3.3%, 计算的基础呢, 是政府评估价或深报价两者之间金额较高的那一个, 这两个税费放在一起讲, 是因为这两个税费只能二者取其一, 那么什么时候交纳液化税, 什么时候交纳特种商业税呢, 毕竟这两个税费的差别还是挺大的, 大家记住两种情况即可, 第一种情况, 持有房产超过5年以上, 在卖出的时候只需要交纳0.5%的印花税, 第二种情况, 业主名字放进房产本超过一年以上, 在卖出的时候只需要交纳0.5%的印花税, 以上两种情况, 满足任何一种即只需要交纳0.5%的印花税, 若均位满足, 那么就需要交纳3.3%的特种商业税, 还有一种情况, 若卖方为公司持有房产的时候, 那么无论哪种情况, 都需要交纳3.3%的特种商业税, 这项税费的基础数值呢, 是取评估价格或申报价格金额较高的那个数值, 这也是买卖双方有操作空间的一项, 一般情况下, 我们会把申报价报低, 但是呢也不能低于政府评估价, 毕竟啊土地厅的官员非常的专业, 如果一眼就看出你就是为了降低费用, 那么到时候就可能受到刁难或者不给过,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事先了解清楚, 所交易房产的评估价格, 特别是一些大宗房产, 价格金额在几千万上亿太租的, 如果操作的好, 可以节省几十万上百万太租的税费, 第三预扣所得税, 这个税费呢, 是与持有房子的期限,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有关, 计算呢相对复杂一点, 一般来说, 如果卖方为公司, 预扣所得税呢, 按照评估价格或申报价格的1%计算, 取金额较高者交纳, 如果卖方为个人, 却由投资所得时, 预扣所得税呢, 大致在1%到3%之间, 其实所得税, 顾名思义, 谁有所得, 谁来支付这笔费用, 因为卖家得到这笔钱, 所以理应卖家承担, 但是呢, 在实际交易过程当中啊, 大多数情况下, 卖家都会要求, 过户当天在土地厅产生的所有过户税费, 有买卖双方一人一半。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关键词, 房产交易的税费呢, 分为三大类, 一,过户费, 按照政府评估价格的2%收取, 二,印花税或者特种商业税, 二选一, 房产持有满五年, 或者业主名字进入房产本满一年, 交易化税0.5%, 未满足条件或房产持有人为公司, 交特种商业税3.3%, 第三,预扣所得税, 卖方为公司持有按1%计算, 卖方为个人呢, 大致1%到3%, 讲到这里, 如果还有朋友们不是很明白的话, 没关系, 接下来我会拿一个案例, 带大家一起走一遍房产交易税费的计算流程,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基本资料, 这是一套二手别墅, 交易价格呢, 是1000万泰铢, 卖方呢, 是为公司持有, 那么我们就正式进入房产交易税费的计算页面, 点击开始计算, 这个页面呢, 要选择基本信息, 点击卖出, 选择带土地的建筑物, 选择法人, 进入下一个页面, 这个页面呢, 我们需要填写就是房子的交易价格, 也就是申报价格, 在这个页面呢, 我们要分别填写土地和建筑的基本信息, 因为在泰国啊, 土地和建筑分开计算, 左边呢, 是这所土地的评估价格, 右边这里, 我们要分别填写上建筑的类型, 选择别墅, 再依次填写好建筑的年份, 接下来呢, 我们再填写好建筑的成本, 以及建筑的面积, 这个时候呢,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治所, 房子的建筑评估价格, 建筑的评估价格, 再加上刚才的土地评估价格, 就是这所别墅总的评估价格, 我们继续进入到这里, 我们要选好交易时间, 以及交易类型, 这里的交易是通过交易获得而非赠予等等其他原因, 选择是有土地的建筑物, 来到这一页面, 就是见证奇迹的一刻, 在这个页面上, 你会发现, 所有的交易税费已经清楚的帮我们计算好了, 并且总的税费也计算好了, 那么我就给大家页面上的几个关键信息都帮大家翻译好了,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, 你看左半部分, 首先这个建筑的类型属于带房子的土地, 然后接下来有两个基本数值非常重要, 交易价格1000万泰铢, 政府的评估价格是783.6万泰铢, 右半部分就是各项的税费, 详细的一个明细, 第一项过户费是按照政府评估价格, 所以在这里呢, 它是按照783.6万乘以2% 等于156,720泰铢, 这是过户费, 第二项所得税, 因为是公司持有, 所以呢是按照1%计算, 这里呢是按照交易价格1000万泰铢的1%, 也就是10万泰铢, 第三项特种商业税, 同样原因也是因为卖方式公司持有, 所以在这里交纳特种商业税3.3%, 也是按照交易价格1000万的3.3%, 就是33万, 大家会发现, 同有一个空白是零的地方, 就是印花税, 因为特种商业税和印花税二选一, 在这里交纳了特种商业税, 就不需要交纳印花税了, 那么总的税费就是586,720泰铢, 这就是我们过户的这所别墅交易的时候的成本税费, 那么我们可以来一个小节, 当卖方为公司持有的时候, 我们在土地厅过户的税费大概在6%左右, 讲完这些, 另外我还是需要补充一下, 当我们在买卖新房的时候, 除了上述过户税费呢, 还会涉及到水电表的安装费用, 预交一部分物业费, 一次性的维修基金, 以及物业转移费等等, 这部分费用呢, 会根据不同的开发商, 会有不同的标准, 大概在几万泰铢以上, 以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解的, 关于泰国房产交易成本的问题, 你学到了吗? 如果还有任何的疑问,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 那么下一期呢, Millet将会给大家仔细讲解, 泰国房产持有期间有哪些费用, 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